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如這個圖 有一個直圓錐的底半徑是3 高的話是4 這樣斜邊當然就是5 現在 今也起斜高 這是斜高 AD 斜高是AD 把它給剖開 剖開它的側面 展開成一個扇形 這個扇形是什麼樣子 這個扇形是這個樣子 你把它剖開的話 這A點是固定的 然後你把它張開 張開的話 這個弧等於是那個扇形的周長 然後這一邊的話就等於這一邊 這兩邊的話是重合的 本來是重合的 本來是重合的 這個呢 都是5 這個等於是那個扇形的半徑 扇形的那個 那個半徑 所對應的那個圓的半徑 這裴長 這裴長 這把他張開以後 就等於這個周長 這個周長多少 這個半徑是3 所以周長多少 周長是2πR R是3 所以周長是6π 也就是說這個虎的話是6π 這個虎是6π 這樣我們就可以算出這個角度來 因為這個扇形的虎長 因為這個扇形的虎長 6π等於多少 等於R R是5 那是4大 所以他的這個 扇形張在角度4大 是6π出 5分之6π 好 那還有這個扇形的面積多少 扇形的面積A 就等於2分之1 R平方起塔 R多要是5 5平方 解塔是6π 別掉 2 rien 所以是等於多少 恩.... 擇atur 3515 等於15π